也要让女学生不要担心啊 高雄县有一间国立高中的里面一个男老师 涉嫌性骚扰女学生 结果呢 学校并没有将她解僻 因为处理不当 人本基金会今天上午到学校去举牌抗议了 就说学校你们不要再为了失失相互 为了这个家丑不要外扬 而让女同学牺牲了安全 人本基金会人员发传单给学生 国教官站在门口 学生们对于抗议行为不想夺奖 快步进入校园 人本基金会成员举牌抗议 呼吁校方解聘涉及性骚扰女学生的男老师 老师越来越嚣张 他没有去改变 他反而越来越的变本加厉去伤害很多学生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这样的老师已经不适合留在学校了 拿出诚情书 学生指控老师利用课后补导时间对他性骚扰 事发后却会遭到解聘 人本基金会人员到学校抗议 校方处理不当 涉嫌性骚扰的老师 虽然目前暂时停举教学等待调查 但人本基金会不满 强调如果不解聘还会到校抗议 一定要还给学生公道 中天新闻季博士网约方高层报道